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千封C老师 本节课为大家讲解监听程序的添加及删除的操作 包括添加监听程序,删除监听程序 那么由于呢,在我的计算机上安装Orca12C的时候 我是已经创建并配置了数据库 所以在我的服务列表中是具有监听程序的 好,那么同学们,看到我的操作 Windows加2输入services.msc 打开系统的服务列表 找到以O开头的服务列表 其中呢,有一个服务,大家可见 叫做Orca O-R-E-D-B-12 Homey TNS Listen 这个服务,也就是我们当前Orca服务器的监听程序 此程序的正常运行,才能确保正常接收客户端的请求 并找到对应的数据库的实力,为用户提供响应 好,那么现在呢,既然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监听器 那么我接下来呢,我就先为大家演示删除监听器的操作 然后再来演示我们添加监听器的操作 好,那当然啊,这个添加我们就稍后演示 首先呢,我们打开Orca根目录 Orca根目录 这个添加的操作我们先过一遍啊 好,到我们的删除演示 打开Orca根目录之后 找到我们提供的第二个工具 叫做Net Configuration Assistant 好,那么Net Configuration Assistant 是提供的有关Orca数据库网络相关的配置 那现在我们重点为了演示 监听程序配置 点击下一步 由于我目前的数据库是有监听程序的 所以呢,我可以先选择演示 删除在那个操作 好,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此监听程序正在运行 是否确定要停止并删除名为Laceland监听器呢? 答案是 是 那此时 这样的一个监听程序就被怎么样呢? 被移除掉了 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完成即可 那么这个演示步骤呢 我在课件中也进行了展示 监听程序配置 删除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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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好 所以整个操作比较简单 那现在我们继续打开服务列表 在服务列表中 Oracle相关的服务下 我们再来找找 刚才我们看到的Oracle Listener 就是TNS Listener 这样的一个服务呢 已经被移除掉了 那此时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实力虽然在运行 但是它并不能接受到用户的请求 因为用户请求到达此Oracle数据库服务器主机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接受并解析请求的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为大家演示 第二个步骤 就是 好 我们还原到咱们这个添加监听程序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 首先呢 打开 开始彩蛋 Oracle目录 在Oracle目录下 我们找到 Net Configuration Assisted 这样的界面 此时 我们需要选择的依然是 监听程序配置 点击 下一步 由于我们此时的计算机上是没有监听程序的 所以呢 我们选择 添加 点击下一步 监听程序的名字 就叫Listener即可 但是 在添加监听程序的时候 我们需要 输入 在安装OracleCLC的时候 设置的 主目录指令 QF EDU 点击 下一步 选择TCP协议 当然默认已经选中 我们只需点击下一步即可 Oracle监听程序 它是监听 Oracle服务器主机上的某个端口 这个端口默认是1521 所以呢 这个地方不需要改 如果需要改的话 点击请使用另一个端口 那就可以进行修改 好 点击下一步 那么监听程序呢 就会进入到创建过程 创建好了之后 问是否配置另一个 当然一个配置好了就行了 是吧 我们点击Fall 点击下一步之后 监听程序 配置完成 再下一步点击完成即可 操作演示呢 在这截图中也有 咱们这个PVT中也有 监听程序配置 点击添加 输入我们的Oracle主目录命令 选择TCP协议 端口使用默认的121 点击Fall 是否配置另一个 当然是Fall 然后呢 点击下一步 完成 这样一来 我们整个添加操作 也就完成了 打开 我们的服务列表 找到 Oracle服务 此时呢 大家会发现 咱们的TNS Listener服务 又出现了 并且呢 正常的运行了 所以 刚才演示的两个步骤 先演示的是 删除监听程序 后演示的是 添加监听程序 如果在同学们的 这个数据库服务器主机上 你是没有监听程序的 那么删除这个操作呢 你就不需要做 直接进行添加即可 删除 一般是用在什么情况 就是你的监听程序 有 但是呢 出了问题 不能正常的 真听用户请求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先删掉 删掉之后 再怎么样呢 再创建 好 所以有关 监听程序的 删除 及添加 相关的操作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